介紹台日美術協會的理事林聰明藝術家 請他來跟大家介紹他這幅作品的發想 然後他是怎麼樣能夠創作這麼一個棒的一張作品 從年輕到現在 從最寫實的 在民國六十幾年開始就畫非常寫實的作品 那到後來畢樂業當了老師 剛好有幸在吉林國小服務 那時候剛好楊山朗老師 袁雪隆老師這一輩老一輩的畫家都在台樣美術學會 也是我服務的學校 那常常跟他們接觸以後 我也是發揮了十幾年才慢慢的逐漸演變成 不是那麼寫實的一個泛印象派的作品 那直到十幾年前我退休了 回到宜蘭蓋了自己的工作室 那我也嘗試著把中國水墨的精神計畫 融入到油畫裡面 那這個 那個黃金魚 就是阿伯洛盛海的時候 我是用很多水墨的 染灑 春的方式來表現 那我又把台灣的南雀 在一片金黃的背景中 飛翔 來顯示 那個 熱鬧的氣氛跟台灣的特有的氛圍 這是我衝著最虎畫的一個發想 謝謝林聰明老師的介紹 但是我有個問題想問林聰明老師 他以前是畫那個大山大海 那為什麼這一次會取一個這麼浪漫的題材 我習慣畫很雄狀遼闊的那個作品 比如說玉山 或是大海 或是平連山川都是一個大景 就是視覺要高 但是 人 鐵漢總有柔情的一面嘛 所以我 我會畫一下比較 輕鬆 舒坦的作品 那 等於說我也是要 有一個溫柔的心嘛 總不能這樣硬邦邦的 所以我最近 才 就畫了一些 比較屬於這種浪漫一點的作品的表現 所以 有人說 嗯 老師你轉姓喔 我說不是啊 就跟妳講 鐵漢還是要有一點點柔情嘛 總的說把自己的作品 穿插了不同的面貌來呈現 好 好 好